娱乐圈很多明星情侣 夫妻都是因戏结缘 但随着真人秀的发展 越来越多明星开始通过真人秀 认识另一半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张新宇昨天结婚了 被刷屏了一整天 他的老公和杰是一名军人 还是反哄特重兵 不仅长得帅气 身材好 而且智商也高是个学霸 曾经在张新宇参与录制的真人秀 《骑兵神拳》里当教官 两人长相也是十分的般配 祝福女神一直幸福下去 如果矮的第二季 成功撮合了钟立体和张伦朔彻对姐弟恋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 钟立体在节目上跟张伦朔谈恋爱 只是闹着玩 没想到后来两人居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现在生活也是十分的甜蜜 影儿与男友父亲博音参加《如果爱》 假戏真作 在节目中作为一对情侣 甜意满满 给观众喂饱了狗粮 节目结束之后 两人的恋情也走到了现实中来 如今已经修成了正果 还收获那可爱的女儿小月亮 郑爽 爽妹子之前曾有过两段恋情 但是都没能厮守到最后 而就在近日 郑爽似乎被拍照和新男友约会了 新男友叫张衡 之前在我不是铁甲中担任赛事总监 从两人被拍的画面来看 真的很甜蜜呢 这次宠妹子真的是被宠上天了 希望她不要再被伤害 看了这么多 你最喜欢那一对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 去 给小编留言哦 多顾问 ahor几个报 T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